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请问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水逆到爆吗?学会转念应对狗屁到糟的烂事 你也可以画虽是为好事 人生在世呢,你就是不可能每天都顺风顺水 在生活中呢,你难免就是会遇到各种的狗屁倒糟 鸟事也好,烂事也罢 此时呢,你到底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然后让你可以快速地走过这个第一潮 或是去适应这个不顺 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主题呢? 我要来分享我今天乐腾腾发生的事 你知道最近就是都会下雨不是吗? 因为前阵子有台风季嘛 那这几天就是气候不是很稳定 所以你出门之前 难免就是会看一下那个气象啊 或是看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为何 所以前几天我已经有识别过 就是出门的时候穿那种布鞋球鞋 然后就下雨就失掉 因为我都是骑机车 那今天要出门的时候 我脑中想说那我就来check一下气象 那我就打开手机看那个下雨 几率大概就二三十趴 然后我就看一下窗外 诶?大太阳诶,艳阳高照 那我说那就穿球鞋应该就可以了 因为穿拖鞋有时候就是会觉得 很像不太正式 然后或者是会觉得像没有礼貌 所以我说好,那今天就穿球鞋 那就骑上机车之后 过没多久 诶,又开始下雨咯 赶紧的穿上雨衣 想说诶,雨现在感觉越来越大的趋势 想说我鞋子该不又要湿了吧 结果果不其然,抵达目的地 鞋子就湿了 然后此时大雨磅礴 你知道这时候 更惨的是 就是要找停车位 然后因为我今天去的地方 刚好他的停车位 就是在商业区 然后我去的时候 刚好是就是中午时段 所以基本上上班族 要上班的都是上班的 然后也不会有太多人 在这个时候下大雨 出去就是一定要骑车 去别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就是 全部额满的状况 你以为虽是结束了吗 还没 我发现就是我在找车位的途中 因为就一直绕圈圈找不到 然后因为下大雨的关系 你的脚就得要在路边 这样子稍微撑一下撑一下 鞋子更湿了 就在此时 我本来以为是 因为雨比较大的关系 所以那个 机车很像有点就是不稳 一直在打滑 结果发现 我的机车轮胎已经没有起了 整个有点像爆胎的概念 那一边就是也没办法骑了 因为它就是真的会S型的 这样晃动 所以我只能用钱的 所以在大雨磅礴 找不到车位 所以我只能够先 临停机车 随便停 然后用走路的形式去找机车 因为那个拖着机车太慢了 然后你还要这样子 慢慢的移动 没有办法坐在机车滑行 因为雨太大了 就这样子 终于让我找到了机车位 我就先把机车拿去停着 想说等雨停了之后 再迁去修车 好 那就终于雨停了 然后两只脚就很湿 然后我就找了路易莎要工作 这样 那就只能够双脚湿透了 再我们继续的工作 结果雨停了之后呢 我就把车迁去给机车行 去修理 那修完之后呢 其实我要继续工作 所以我就把车停在旁边 这样 不宜有它 结果呢 我要回家的时候 发现这台机车 骑不到三秒钟 又开始S型 因为我下午去的时候 店家修机车的人跟我说 那个轮胎没有气 然后我说不可能哦 我一个月前发生同样的事情 如果没气的话 怎么可能机车 就是这么密集的会没气呢 他就说 那我帮你检查一下 你轮胎有没有破损 或者是有什么被刺破的可能 所以呢 他就涂了很多的肥皂水 在检查 说没有什么破洞什么之类的 他就说没有 结果我要回家的时候 又给我就是开始S型 那这时候呢 我又只好又骑 我去原本那个车行 跟他说 哎 又没气了 这样子 那脚又死了 然后他又检查一次 说哦 发现有个小钉子 然后就终于把那个钉子 给拔掉 那在这边 我先补充个小知识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这个后车轮呢 其实有换过轮胎 但它已经半年 一年前了 很久了 那个时候呢 另外一间机车行 帮我换的 那时候他问我说 你要换多少价位的轮胎 他只供我两个报价 一个大约1000出头 那另外的更贵一点 大概1500左右 反正大概就是Range 大概差500块 还600块 那时候我想说 啊不就是轮胎 还能够怎么样 他也没跟我详细的解说 说两个差异 他只跟我说 一个比较便宜 一个比较贵 你要选哪一个 那当然合理来说 一般人想说 那就选便宜的就好 反正可以骑就好 所以我就选了便宜的 直到 我今天在修轮胎的时候 他才跟我说 你那时候是不是选的 是不是要廉价的轮胎 我说对啊 他只告诉我两个价格 我就选了便宜的 他就说 你知道便宜跟贵的 差别在哪里吗 我说谁会知道 他说我也不对 机车完全没研究 他就跟我说 便宜的轮胎呢 它的整个轮胎是软的 所以你只要被刺破的时候呢 你就无法再骑 因为它就这样会滑行 因为它轮胎 整个是软烂的概念 所以你就无法有支撑力 所以你即便没骑人 你骑在路上就真的很危险 所以你只能够用钱的 但是比较贵的轮胎 它整个轮胎是硬的 所以即便它被刺破 它至少那个支撑力是够的 所以你可以撑到你 骑到什么机车行 或是再骑回家 是可行的 所以就是贵跟便宜的差别 他说可是你这一次 选的是软的轮胎 所以你才会一破 每次到没骑 一破你就会S型 然后就无法骑 很危险这样 他讲完之后 我立马想说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冷知识 真的是需要大家都要去理解一下 好了 听完今天整个隧道报的故事 要讲就是说 最近刚好水泥 刚好在今天 我翻那个什么 唐启阳的日历 他就是写说 六星逆星 难免会出事不顺 然后会卡顿 要不要这么准 然后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 他就这样讲 好 那今天我们都遇到了 那我们就来聊聊 到底生活中 遇到这种狗屁倒灶事的时候 你要如何化 衰事为好事呢 第一点就是 人如果要衰 就是真的会一次来 但这个时候 我时常都告诉我自己 我就要看我自己能够夺衰 就像今天的状况 我就是忘了穿拖鞋 好 我就看我可以躲水 想说 大不了就是脚湿透这样子 结果我竟然没有想到 找不到车位 真的很狼狈 你知道 当你在下大雨的时候 你穿的布鞋 你就会想尽办法 不要停红灯 不要让脚碰到地面 但你今天如果要找车位 就没办法 就得慢慢的 骑 慢慢的找 那就会让你觉得很烦躁 再就是还遇到了爆胎 爆胎至于是休 还没帮你修到位 你还要修第二次 就是这整个过程 就让你觉得 今天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真的是 not my day 但我觉得 就是有时候 你这种跳脱自己的 然后现在这个视角 以第三方的角度 来看待自己这个故事 跟这个情境 你就会觉得 哦 怎么会这么好笑 怎么会这么随 今天怎么会这么狼狈 这样子 你就觉得太凑巧了吧 我有时候就会用这种方法 来说服自己说 哎 真的也是有点猎奇 这样子 就是想看看你今天到底还能够多惨 这样子 这个心态 有时候呢 它就可以让你转念 你就不用永远在 现在那个 我现在就是很气 我现在就是很烦躁 就是为什么 这什么事情都搞不定 什么事情都是跟我做对 如果你一直 深陷在那个状态里面 你什么事都 做不好 而且你整天 情绪也会受影响 你会深陷于那个负面的 呃 心情里面 那我觉得这也是不好的 所以 与其如此 你不妨就我刚刚说的 跳脱那个 就是现在这个困境 以第三个角度来看自己 说 怎么可以这么随 怎么会那么有趣 现在我就把这个 随事 把这个烂事 分享给大家 就是分享欢乐 这样 这是一种方法 现在第二点关于说 你要如何转念 应对这种狗屁倒糟的烂事呢 就是二 想着 这是人生独特的经验 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分享 就像是现在我在做的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的职业 他如果是喜剧演员的话 或是他是编剧的话 或是他的工作要写像这种 写文章啊 或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生活中的大小事 那如果你是像我这样 podcaster 或是你是youtuber 你就是突然有这种经验的话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灵感跟素材 你就会觉得 也真的太好笑了吧 也太凑巧了吧 那这个状况之下呢 你就可以赶快把它录成节目内容 或者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 因为有些人就是 他自认我聊天 或者话题偏无聊 那这时候 你就赶快把这个精彩的烂事 或随时赶快把它记下来 那下次跟你朋友 遇到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你就说 你知道我那天有多岁 你知道 用自己悲惨的经验 然后可以换取一些别人的欢笑 我觉得也是很棒的 所以呢 与其就是刚刚讲的 沉溺在那个负面的情绪里面 其实你应该开心的 因为你就是 可以当下去感受 我到底可以多岁 或是去观察说 这个风文里面 自己也是蛮幽默 然后可以苦中作乐 画背上为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往后回头看 你就觉得说 人生也是蛮精彩的 然后你可以应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也好好是当成聊天的素材 而这个第二点 加第三点关说 如何转念应对这种狗屁倒糟的烂事呢 就是三 赛翁失马焉之飞福 虽是有时候也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哦 如果你一生呢 你把它认为 你的好运跟坏运 就是残板 就是五时五时 而且呢 你今天就是自认为 是我今天遇到的虽时 你就可以把那个虽时的扣打 先删掉 那遇到好事 就要把好事的那扣打 先用掉 那这个时候 你今天如果连续的 一直不停的发生这种 我说的大小烂事 狗屁倒糟的 随时的话呢 其实如果你的生命 财产安全 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或危害 像我今天那个车子烂掉 他第一次帮我加那个灌气的时候 他帮我灌完气 然后帮我再检查那个轮胎 他本来第一次的时候 他是没有收我钱 但我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他手都弄脏 然后还检查了蛮久的 所以我就给了他五十块 因为我上次在别间车行 他有收我钱 那我觉得他蛮老实的 但我对于这种 他很诚实的人 那我就宁愿会给他一点 消费也好 但第二次去呢 他又帮我上补了丁 因为他说有破洞 但是他说你这可以用补的 那他补完之后 只收我一百块 所以我今天整个 修车的费用也才一百五十块 所以我就觉得说 算是烂事 但是也算是 至少没有花到大钱 整个轮胎爆掉 我要换个轮胎 所以往好的方面想 其实就是权衡之下 其实你遇到的烂事 也不一定说真的是烂到 你这无法接受 就我刚刚讲的 他至少没有让我出车祸 或至少是我快停车 才发现他爆胎 而不是在路途中 真的还那么S型 那真的很危险 或者是 像我今天不是下雨吗 那我本来 如果今天穿了拖鞋 可能我这个 骑车就会骑比较快 反而比较危险 或者是我可能 因为骑车 骑比较快的关系 有可能就不小心 那个爆胎 就在中途出了一点意外 所以很多时候 你的虽有可能 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你是很幸运的 你是要庆幸 你今天这一连串的虽事 其实是把你导向了一个 相对健康 或相对好的路子去 那你现在觉得很虽 但其实是 有更惨的情况会发生 所以听起来你会觉得说 啊这就是那种自我催眠啊 你在自圆其说 你懂吗 但不管怎么样 我自己这样想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哦很像内心比较过得去 心情比较好 那至少它有达到这个效果 就让我整天心情觉得说 没关系 至少 你看我还是很幸运的 至少我那个 破烈的状况的时候 现在我在找车位的时候 才破烈 不是我 那骑在那个大马路上面 什么四线道的中间 那如果破烈 我真的很危险 或是下大鱼 如果突然来个击煞 那我就完蛋 就GG了 所以这种赛翁 是马焰之飞福的心态 也是可以拿来转念的 而这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学会转念 应对狗屁倒糟的烂事 就是死 人不可能永远这么的倒霉 虽到底 就会有好事发生 就是以一个概率来说 一个几率来说 你想象 就我刚讲了嘛 人的一生 你好运跟坏运 理当来说啦 就是他一定占有 对等的比例嘛 不可能一个人 就是人生 从头碎到尾 总之会有几件好事 会发生 那你就可以想象说 他大概 整个人生中 你的好事跟坏事 大约占一比一 那你今天已经 消耗掉一个烂事了 那你就不用担心说 接下来就会烂事连连 那也有可能 就刚刚讲的 有时候诸事不顺嘛 那烂事 接二连三的报道 也有可能 但是没关系啊 你只要心里想着说 没关系 我今天就把我 所有的烂事的扣打 然后今年的烂事 跟随时的扣打 我就是今天 把它全部用光 那我接下来人生 就一路的往上了 至少你这样子 心态上面 会觉得说 没关系 我撑过今天 就是这种 接踵而来的 问题跟挑战 没关系 我就先把它 努力的克服 跟撑过 这个不顺遂 接下来呢 我觉得就会好事发生 因为就是以概率来说 人不可能一直随到底 那拥有这样的自眠心态呢 就是你又可以说 你也太自我催眠了吧 或者就是你自己会不会 就是太沉浸于 那个乐观的 呃 分为你一面 那其实 不管怎么样啊 你就是只要能够让你快速的 走出这个低潮 或是至少深陷在这个困境 或滥事连连的情境之中 你自己可以找到一丝的希望 或是一丝的那个方向 那就足够了 你知道撑过这个难过的日子 或难过的情绪 那接下来就是 好日子就来了 而这也是可以自我去做 转念的方法 好啦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四点 一无个人的经验 来教你说 诶 谁逆爆了 那就是没关系 如何转念应对这种 狗屁倒遭皆二连三的烂事 如何化虽是为好事 那心态上面就是推荐给你 接下来还是要介绍一间 餐厅是位于中山站的美食 叫做川鱼小吃坊 地点是位于中山站南京西路 十八项的美食 那他主打四川重庆的手工酸辣粉 看似平凡的小店家呢 他只要到用餐时间 真的就是高棚满座 你会非常意外 他看起来就像是路边的那种面店 但他只要到用餐时间 里面就是满满的人潮 后面排队人容 就是都不会断 而且最让我惊艳的是 他看似是一个蛮偏老派的食物 叫做酸辣粉 但是我那天去我真的是吓爆了 我是就是晚间时候去的 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十几二十岁的人 我去我觉得我店高了所有用餐的人的年龄 我大概是里面数一数二老的人 我真的没有看到三字头的 可是那时候可能刚就是五六点吧 所以上班族还没下班 就全部都是学生 我真的很意外 说这间店怎么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吃酸辣粉 我是因为我没有吃过 所以顺便想要介绍一下 加上他在很多的什么抖音啊 或是短音上面很多人在介绍 虽然说我要去体验一下 其实我去吃我真的是吓歪 因为他的辣度是可以调整的 那另外他的粉肠呢 我觉得非常的软Q 饮料可以免费喝最优末的事 因为他除了那个酸辣粉之外 他有很多小菜跟中菜 但是你在点菜的时候 他只会叫你勾选你有沒有点小菜 那我就勾选说那我要一份小菜 因为我看到他那个玻璃柜里面有小菜 那我就到结账的时候 他就是要告诉他说 你要哪一个小菜这样子 我就说那我要豆干 那他就跟我说豆干不是小菜哦 豆干是中菜 我说哇这么新颖的一个名词 原来是他有分价位不一样 就是有分最便宜的小黄瓜可能是小菜 那比较贵的做法的话 可能maybe我刚刚说那个腌制的豆干 可能就比较贵 他们就把改名字叫中菜 什么猪头皮什么这也是中菜 但谁知道 他自己有这一套逻辑 但他菜单上面并没有特别标注说 哦这个东西叫做中菜 那个东西叫小菜这样 就蛮有趣的啦 那整体吃下来 就是他的酸辣粉真的蛮辣的 那味道也挺好的 就是很少会在外面的小吃摊 吃到这样的滋味 那就再次推荐给你 这件叫做川鱼小吃房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那如果对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的意见看法 或是你有疑难杂症 也欢迎到那边跟我留言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 其实你应该 私讯跟我联系 好啦 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 这样子 我们必须 transc bast沁 找到 请记lect